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呢 我想今天喔 台北天氣非常好 然後呢 我想介紹 帶大家看幾個 神秘的台北市景點 是孕育今天呢 在場呢 我們非常敬愛的 小碧千萬美金 孕育出來的地方喔 然後呢 這裡 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樂立路 就是安和路樂立路這裡 然後呢 這條路上有什麼呢 就是最早羅大哥 真賢姐 他們就是我們NP的大上線 也是住在這裡 五個點盆起家就在這裡 然後呢 就在前面有一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上線喔 在前面之前有一個辦公室會場呢 也就是我跟小碧上線認識的地方 然後就在前面 你看 好像還有一家賣茶的耶 我只記得以前一樓有一間是賣茶葉的 但好像不是這一個 就是茶點 然後我就上去 然後如果他茶葉沒有招牌 我就會迷路 因為那個地方啊 那時候最早是品給他們開嘛 然後後來我記得那時候 多大真賢姐姐過來 就在這裡一段時間 後來就搬到安和路 耶 大家好 我是招方 我又來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帶大家到另外一個 下一個隱藏版的神秘地方 是什麼地方呢 這個地方喔 就是我們小碧千萬美金 上蘭鎮的地方 也是我上蘭鎮的地方 也是現在團隊裡面呢 很多五百萬百萬 孕育開始進來的地方 是哪裡呢 就是台北市的安和路 二段66號三樓的日光大廈 我想現在啊 這所有觀眾現場裡面的人 我想這我們的小碧喔 千萬美金上線喔 才認得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是很珍貴的 就是這一棟 日光安和 那以前呢 這一棟叫做日光大廈 然後呢 讓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現在是他們一樓 這一棟大樓的一樓 然後剛好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整個重新的更新喔 然後變得已經很新很漂亮 在以前喔 不是這個樣子的喔 剛好在去年年底 然後呢 當初的我們呢 從這裡開始 然後 都從這裡三樓 然後我們就從 那時候的樓梯上去 然後電梯呢 那時候就這樣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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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喔 然後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 然後在這邊啦 我很想說的是喔 這棟大樓裡面 有了很多 非常非常多 跟小碧很多的回憶 然後呢 我覺得很難得的是 因為我們 像包括我的夥伴 家瑞百萬 雅沛百萬 我們現在很多團隊百萬喔 當初 就是在這裡開始的 而我呢 和小碧相信我們 也都是在這裡上籃轉的 在這裡我們很多 打聽的點點滴滴 那我們一起共同的歡樂 一起 在這裡 遇到很多的挫折 可是我們一起挺過去 然後 所以呢我覺得是一個 很棒很棒的回憶喔 所以想說 讓小碧看一看 然後小碧一定很久沒有 回來看到這裡了這樣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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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Sammy 我是憲平 我是右眼 我是瑜伽 我是葉瑩 我是蕾余 我是富華 我是俊美 我是凱琳 我是以思 我是蕭韋 我是真君 我是珍琳 我是惠芳 我是信宏 我是雅惠 我是佳瑞 我是依蓉 恭喜小碧 非常恭喜小碧上線 也非常謝謝你 非常恭喜小碧上線 讓我在幾年前 有這個機會 可以到星馬呢 跟大家一起 貢獻交流 然後謝謝你 給我這個機會 學習到很多 在此也真的 非常恭喜你喔 也真的很感謝小碧上線 一直以來 對我們無私的教導 然後認識你很久的時間 知道你從學生 然後到現在 榮登 這麼有的成就喔 那你的 一樣 一直是我們追隨的腳步 感謝小碧老師 在過去的帶領之下 我們這幾位都成為 百萬美金名人 在這邊恭賀小碧老師成為 千萬美金名人 你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未來 讓我們一起百姓登峰 Go Double 百姓登峰 Go Double 百姓登峰 百姓登峰 Go Double 我覺得真的很謝謝上線喔 因為你當年的 智慧 你當年的毅力 和你的堅持喔 才讓 所以 讓我們知道 很平凡的年輕人呢 可以透過如新 這麼棒的一個平台 可以讓我們變得很 非常的不平凡 所以 恭喜上線 謝謝上線 耶 小碧 我是招方喔 那星馬夥伴 我是招方 那 我覺得在這裡很想 祝福 也恭喜 和恭賀小碧 上線成為千萬美金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是非常的佩服喔 然後我覺得想 想到很多種種以前的畫面的時候 我就覺得 滿滿的感動 然後還有很多的佩服 然後還有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感謝 然後我覺得小碧 真的讓我覺得很 很難得也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事 真的是這十幾一二十年來的那種毅力喔 不屈不扰 不管是遇到任何的狀況 從來沒有任何一件事情 可以讓他去放棄這個事業 那當初一位喬生一個女孩子 然後我的一個學姐 然後在台灣開始 什麼都沒有 一直到現在 發展了這樣的整個好幾個市場的國際事業組 不是這麼大千萬美金 我覺得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小碧 真的很想跟你說 很真心的祝福你 恭賀你 很佩服你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很想跟你說 我非常非常的感謝你 很謝謝你 幫了我們非常非常多忙 真的很感謝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NP34的藍鑽 華宇和百萬們 我們一起祝福 小碧上線 龍門千萬美金敵人 耶